我們現在人在桃園的中平路商圈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中平路商圈 非常非常機能好的一個地方 有生鮮超市有賣味燈 那邊有賣那個滷味 這裡有王老師 王老師 你好 你現在帶我來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光停車位找 這附近因為生活機能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現在中午時間吃飯 停車場很多都停滿了 我們剛剛繞了一圈 終於找到這個車位還蠻方便的 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是中平商圈 那邊有一個學校的標誌 是說這是一個學校的 然後旁邊有一個中路圖書館 中路圖書館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那個 N240移民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蓋得這麼Fashion 對對對 喔這個 跟我們想像中的那種老人會 不太一樣耶 這個環境很好 然後過去它有私立游泳池 有游泳池的 對齁 這一區就是 整個桃園早期的重畫區 應該是比大遊那邊更早 然後這條中平路很重要 因為未來我們 國道2它會開一條叫中平交流道 好 到這邊嗎? 在這邊? 對對對 因為中平路到時候會貫穿鐵路 鐵路地下貫穿過去 喔喔喔喔喔 會接中平交流道 所以這邊未來有可能會有開發 新的開發 已經在運作 Ungoing 就對了 那今天來這邊是要來吃肉跟麵嗎 還是什麼 來看一間 喔來看一間什麼 便宜的房子 便宜的 你說小資專區是不是 對 我最近發現小資專區 都要趕快先把影片做完上去 不然常常影片上去馬上就 就沒了 就說不好意思成交 可是我們拍完影片 不到一個禮拜就賣掉了 喔那是嗎 都是被你賣掉的對不對 都是別人賣 我們剪影片的速度太慢了 我要檢討一下 OK 就這前面是不是 好那我們往前走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在這一條路上 旁邊有沒有看到鐵道 這個就未來目前鐵路地下化的那個鐵道 未來會地下化 所以未來這一條路會直接跨到後面去 會變成一個 我看應該有60米喔 那個寬度 而且它這條鐵道將來可以直通66 直通66快速到路 直接到平鎮那邊去了 對 然後北是到龜山那邊去 桃園龜山那邊去 對 所以它等於是 這邊以後你家前面就是主要幹道 可能變省道那種類似的意思 應該是講說 補助省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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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就是借寫窟 這個社區的中庭 感覺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社區 對 所以那中庭 拿來曬衣服還有停歐洲 大家比較守望相助 這種住起來比較舒服 沒有大家那邊摞哩巴說的 多方便啊 我就喜歡這種社區 來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 要溝通嗎 不用 進來了 一樓耶 等一下 這 一樓的 這個社區一樓的房型 進來了 這是什麼房型 三房 三房的 三房的 現在給大家繞一下 所以這個有裝潢過耶 對 是不是投資客啊 有良心的 有良心的投資客 因為他隨便都被新的 投資客也不是什麼沒良心好不好 什麼叫做有良心 有的投資客是做兩面 有的投資客他會花比較多錢 像我去日本看到很多 他們也有類似的 他就買一些比較老的房子 然後來裝修 裝潢整個弄好 水便然後 基本的東西都處理好 連衛浴全部換掉 再拿出來買 類似這種 這種概念 有點像工程堂了 那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進來了以後 他這個門剛好就是在 這個開口在中間 所以他分兩個區塊 這個區塊 左邊這個是客廳 右邊是廚房餐廳 餐廳不是廚房 然後整個做起來是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還是有點單薄 你這邊可以做一些櫃子 桌邊 餐邊櫃啊 或者是鞋櫃啊 就坐在這 這邊 那到時候可以放咖啡機烤箱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應該住起來也會蠻舒服 然後 我們的客廳 客廳的面寬大概有 3米左右的一個面寬 這個沙發也是附贈的嗎 還是擺著而已 當然可以彈 電視可以放大台的 可以放到70吋 75吋都沒問題 然後這個家具 這個滿陪的 大概是這樣 客餐廳的一個格局 好 一樓優點 它有個大露台 這個是約定專用嗎 爽耶 是這都你家的耶 而且這種老房子你都沒有在管的 所以你可以 你看它有搭一個棚子出來 沒有在管的 所以你在這邊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我住大樓可以住得像院子 有院子的房子一樣 而且它直接圍離圍出去 隔壁的也沒辦法 如果你覺得太醜 你也可以去換一下 就是這個都重新弄 對 然後 這邊這麼大 這個比房子還大 嚇死人了 然後它有一個門 這個門也可以 防火箱 沒辦法 沒辦法使用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不想從社區的中庭 就從中庭就好 讓你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跑 這樣 搞不好那個地方弄一弄 可以 其實你可以從防火箱走近 對 等一下 所以這 只有你這一戶 這麼大 這也可以換一下 這可以做一個不同的 那你可以 防火箱走進來以外 你那邊搞不好 摩托車可以 直接騎進來 因為後面它有 防火箱 我們剛剛有堆放一些 不好走 看起來是不好走 那個可以處理啦 小事啦 可以過看看 看 就大概這樣 早上的東西比較多 嗯 對啦 但是 如果是要騎腳踏車或幹嘛 如果可以處理一下 我覺得這個 很有想像空間耶 當然 摩托車啊 或者是腳踏車 直接從那邊騎進來就好了 那這個就靠你自己去溝通 這個王老師沒辦法啦 然後進來 這個門喔 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全部把它處理掉 換掉 然後接下來你說三房嗎 好 連開關都換掉了 有一個走廊 右邊 它是廚房 廚房也全部換新的 可是這個換這個是比較屬於這種傳統 不鏽鋼的 然後廚具是紅鷹牌海底機 紅鷹牌耶 這邊門也可以進出 超級大的露台 我覺得這種房子 有些人可能會蠻喜歡的 有洋寵物的會喜歡 然後這個衛浴也全部都換新的了 全部換新的 然後對外窗 看一下 一開馬上就有水 代表說這個剛做好沒多久 好 然後我們看三間房間 第一間 三間房間一二三 第一間在這 這間是暗房耶 現在房子有做暗房的其實不多 所以這可能是它這一個房子的一個致命傷 缺點 本來想說一樓是缺點 但是一樓現在它有一個大露台 所以我覺得反而變優點 好 但是這個就是有些人把它做成是什麼書房啊 或多功能式 就看你自己 第二間 這間是齒臥 這間就對外窗 大概是這樣子 大小都蠻不錯的 就是這幾間房間 這兩間房間都蠻大間的 第三間這個是 這個也 所以它只有一間衛浴啊 對 這間衛浴 那這只有一間衛浴可能是當時的配置就是這樣子 三間房間一樣大 所以 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care這個衛浴只有一間 那你也可以到時候自己再擴建 這個對 就是 只要有 有錢 有空間 它都可以做得到 這都是小事 那 我覺得這間房子最大的賣點 就是 就是未來中路 中路車站 在這附近 然後有個中路交流道 然後 一樓有一個大露台 對 這個是對於有洋寵物 或者是它有很多戶外用品 有些人 他就是 家裡的 一些 可能 不適合放在房 就是房子裡面的東西很多 那 它就很適合 像王老師常常就會自己換輪胎啊 自己換什麼 那些DIY的東西 就需要這種地方可以來放啊 對不對 房子裡面會弄髒嘛 是不是 所以 每個人需求不同 我覺得 這個房子還蠻適合你的 嘿嘿嘿 你搞不好跟後面那個屋主 那個地主 喬一下你車子直接開來這邊 對不對 那停車場可是 它越不越讓你進出咧 是不是 要喬有 可能 要犧牲一台車的位置 你看這裡啊 那邊啊 有沒有 直接開進來 督進來 你這個房子買下來 然後 前面這塊土地 看他要不要買 你這整條的 你的 嘿嘿嘿 有這個能力的人 應該可以買更高級的 不是小資族 現在地 這邊地很貴 很貴喔 OK好 那這個未來想像空間很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去探討 但是 目前呢 這個屋主目前的狀況 我們要分享一下這房子 這房子的坪數是幾坪 33.27 33.27 所以我說 他光是這個使用的 這個多出來這一塊 可能跟 他的這個建坪差不多了 對不對 室內的空間可能差不多 這個有坪數嗎 沒有 這沒有是約定分用 這約定分用 但是也不知道幾坪 但是我剛剛應該有個十幾坪 十幾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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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喔應該有20坪喔 我這樣看 那這樣子的部分 你說 30幾 33.27 33.27 33坪多 有車位嗎 沒車位 沒車位 那你真的這也要開一個洞了啦 車子停進來 其實我有想過 如果 如果 這邊能開進來 哇 爽耶 停一整 三四台車 那如果沒有 你跟前面這個地主租車位 這裡開個門 也可以走回家 不用經過你家中間 這還不錯耶 OK 好 33坪 再加沒有車位 再加一個露台 這樣屋主開價多少錢 目前開958 958 958 900多萬 嗯 如果是有含車位 我覺得應該算是小資的 非常符合 其實我們桃園區這邊 這種坪數 假設說他33坪再加一個車位 一定是1000多萬 1000多萬 他雖然沒加車位 可是他有這個露台 那我是覺得這個露台 可能比車位的彈性更大 因為車位你是租得到的 但是這種露台 你有錢都不一定 那租個車位 你就自己從後門 對你自己就弄個門 甚至你就跟他講說 我不要車位 你給我一個道路的使用權 就這一條這樣子開進來 這樣看要多少錢 我一個月付多少錢給你 變成四個車位 不錯 那這個後續怎麼樣不負責任 大家自己可以去想像 那如果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直接到現場來看這空間機能格局 適不適合你 合不合你用 再來考慮 再來議價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來分享你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手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攻擊 不要純心 我高等會 封甲 嘅 我會來自和谷林 你先提供 可以做這個嗎 嘅 我可以做這個嗎 你現在要來做一個嗎 我可以做一個嗎 它的 你們不在這個嗎 我會做一個嗎 你會做這個嗎 你會做一個嗎 我會做一個嗎 I'm here you are